大家好 我是小娜 这是我在城里一个做美甲的妹妹 今天回来了 把我们全家人的手和脚都给做了一遍 包括我七十岁的奶奶 看 我也做了一个 现在在给我姑娘做脚 这个小家伙太聪明了 喂 开那美甲店剩一刹哟 挺好的 嗯 干了多少年了哟 四 四周年了 四年了 时间不短了 嗯 那你这平常就是做一个指甲多少钱 嗯 二十到八十八都不等 二十到八十八有啥区别 它那个胶的话 像八十八的肯定是纯植物的 嗯 普通的那就是 对身体有点伤害 嗯 越贵越是纯植物没有伤害 就是这意思 它这个再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亮度啊 饱和度啊那些都不一样 就是好看好不好看的区别 对 简单说 对 上京那里做的最小的是多大 最小的也就三岁 最大的呢 最大的今天奶奶吗 七十吗 哈哈 还有五六十的也都有 是吗 对 看来下载人挑战好了 哦 对这个妹还是有追求的 对吧 对 那上京家里有哪的吗 男的 有 哈哈哈 现在男的也做指甲吗 这么臭美啊 对 他们一般的话就做个基础的护理 但是不会说去涂颜色那些 是吗 对 你这做指甲有大旺季吗 有呀 节假日的时候就生意会更好一些 是吧 来 让妈妈给你涂吧 来 妈妈给你涂 行不行 不要 给给 妈妈给你涂呗 还不跟阿姨涂的一样呢 不要 哎呀 误涂 还是还不信任我 对 嗯 那你想你这旺季的时候 营业饿一天最高能有多少 两千多吧 呵呵 两千多 那少的时候呢 少的时候也就二三百都有 嗯 那算下来一个月最高营业饿呢有多少 最高营业饿 三四万 三四万 嗯 那你为沙发生意做这么好啊 干了时间久了嘛 坚持嘛 哦 一次是油 灰头客啦 灰头客啦 然后外边做的都是捧油啦 对 对吧 再把它靠下来就已经好了 是 哇 现在看来做美甲店也是不少赚呀 生意这么好 我都想在我们这边开一个了 你们那边做个这种支架大概得多少钱呢 今天他给我做的这个是88的 呵呵 亲情价不要钱 我是小娜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再见